继续来关注这几天的国际焦点 那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开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以色列跟总理纳坦亚胡会面 身为犹太后裔的布林肯 看到哈马斯屠杀平民的影像尤其沉痛 不过他也提醒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行动 要考量人道的精神 国际对以色列围城跟猛轰加萨这个部分 还是有不同意见的 至少1500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也出现了谴责的声音 以国政府随即公布遭到哈马斯屠杀的婴儿照片 证明他们的报复行动是有正当性 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玄机展开中东外交之旅 首战先到以色列与总理纳坦亚胡会面 两人就加萨设置人道走廊和疏散平民进行讨论 会后的记者会上布林肯表示 他看了哈马斯屠杀平民的影像 身为犹太后裔的布林肯尤其感到沉痛 布林肯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 但同时也提醒以色列的反击 必须考量人道精神 以色列的报复攻击包括对加萨围城 并大规模空袭哈马斯的藏匿地点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500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 2500户建筑全毁 国际社会开始出现谴责以色列的声音 以国政府随即公布一张遭哈马斯射杀的婴儿照片 展示敌人的残暴 证明报复行动有正当性 以色列能源部长也发推文反击 他表示绝不给加萨任何电力水和燃油 除非哈马斯释放人质 他认为人道归人道 外人没有立场对以色列说教 哈马斯屠杀画面不断曝光 也让以色列的民众愤怒情绪高涨 一位目睹哈马斯暴行的前以色列作战指挥官 自责地表示这是国家的耻辱 以色列在加萨边境 逐起新的军事防线 推土机堆出了土墙堡垒 炮兵队开始朝加萨发射火箭炮 这些都是同样的武器 以色列的防御党员用了 在那最终于哈马斯的最终于哈马斯 当年2021年 现在的问题是 这次的对抗会是不同的吗 是否是以色列能够可以破亚哈马斯 像首席主席说他想要做的 纳坦雅胡誓言消灭哈马斯 地面部队进攻的时间逼近 以色列军方周五发出警告 呼吁加萨北部平民 在24小时之内撤到南方 联合国估计至少要撤离110万人 以色列对产出哈马斯 必须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出兵 纳坦雅胡在出兵前 先从外交上着手 他将哈马斯与伊斯兰极端组织IS 划上等号向激起国际社会的同仇敌态 在战术上 以色列是选择大规模入侵 还是采取游击战的方式 目前仍在考量 哈马斯在加萨 有绵密的地道网路 还在住宅区的中心藏匿武器 他们对环境辽弱执掌 以军的入侵如同入虎穴 以色列对占领加萨兴趣缺缺 巴勒斯坦人仇视以色列 占领后势必难以控制 加上当地贫穷和犯罪问题重生 以色列还得耗费大量国家经费维持 专家因此研判 以军会采取快进快出的策略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